第三个点就是永远保持一颗认真好奇的心 我觉得进来这个行业你要保持巅峰 你不要只是学习一阵子 很多人开始认真学习 后期就慢慢的不学习了 你知道吗 我从我第一天进来这个行业 上课学习阅读 是我终身的其中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也要把我的团队建立成为一个终身型的学习 所以以前我一个人去保险大会 你知道我当时我做业务员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我自己看到报纸有一个飞要的龙 第一届马来西亚的这个华语授权大会 我自己一个人去 当时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一个票大概两三百块 我就这样投资了 因为我想去看更大的舞台 你知道吗 从我一个人去 1998年马来西亚办了第二届的世界华人保险大会 我也是几个人跟朋友一起去 可是那一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看到了保险的武财之大 是你爸爸没办法想象的 1998年是让我的事业完全改变的 所以从后开始呢 我希望不要我一个人去学习 我影响我的团队 从我一个人到现在 我是几百个人 一起去上马来西亚的保险大会 我的家住最少有三百个到四百个 可能保险保险大概一年可以做两三千个 我自己的影响意在直辖 或者非直辖我的团队 最少有十八千是上这个保险大会的 当然我们不只是国外的 国内的包括我们上国外的 像IDA大会 GIA五百强 我们都有不同的认定 适合的人我们会推荐他 去开拓他的事业 学习是很重要的 一刻没有学习的心 你很快就会脱一碎写下来的 我们的学习不只是在国内 保险大会 我们甚至去一些保险团队 去做交流 我们到澳门到香港到台湾 我们一年会带不同的一些leader 去看世界 去借气 跟世界借轨 因为只有比我们优秀的人 像我讲的新加坡一直是我们非常崇拜的一个 因为你们的专业 你们的这个规格都是在我们前面的 所以我每一年其实我时不时都会到新加坡去做交流 像我有很多好兄弟 在大东方 我的Rich Chan是我的好兄弟 所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包括Chanel 包括很多的当国权大哥 他是我的前辈 这些都是我学习的一些榜样 所以跟他们学习 让我们有不自满 还有空间在进步 跟同业学习 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跟企业学习 我现在很多团队的活动 并不是在保险的活动 我找一些企业家 一些青年的企业家 在各领域非常优秀的来我团队做分享 我甚至跟他们经济里的交流 然后我甚至还有 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大企业去做观摩 去做企业的拜访 你知道我可以去Asia 我可以去Doggrove 我可以去一些非常大的企业 甚至我的伙伴有机会跟我去看一下 这种企业的思维就让我们的定位不一样了 这种企业的借助就可以让我们的胸怀隔壁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李翔 你怎么会走得这么远 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企业家 那今晚就有一个企业家交流会了 我马来西亚的企业的这个商会的一个 这个总会长 我要去承办很多企业的这个活动 当然我最大的受惠就是 我能够跟经济里借助这些 世界级的这种大企业家 在马来西亚 你像Doggrove老板 我和经济一起吃饭 我可以坐在他旁边 听他分享他的一些企业理念 我觉得受惠无穷